近日 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中国维和工兵营区内举行和平荣誉勋章授勋仪式 中国第十四批赴南苏丹瓦屋维和工兵医疗分队三百余名官兵全部被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表彰他们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此次授勋仪式既是对我们中国维和工兵一年来辛勤工作的高度肯定 也是对中国军人积极投身维和事业的激励和褒奖 我们将一如既往树立好中国标准 展示好中国形象 以实际行动忠实履行维和使命 为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原谅参的年代 中国的克力 制作者 编号